我只要种地就能变强 但为了躺平选择隐藏境界 结果女帝转世看我是若姬便拜我为师 因为她怕其他强者发现她的秘密 于是我便送了她一件极品地冰 她本想一个若姬能送出什么好东西 达到手里后内心震惊到了极底 自己现在已是半生很快就能去找她 想到这里就情无自禁对着锄头来了一口 这一幕碰巧被师姐给看了 还没给我解释的机会 就被师姐一把拉了过去 师弟长大了以后师姐会常来陪你 差点被馒头憋死的我又想解释 他却说他都懂 师弟尼也到了年龄 藏剑锋一直都是尼也 夜深人尽难免孤独难难 我也不想解释了 就询问他来找自己干啥 今天是昆仑剑宗招收弟子的日子 我作为藏剑锋的风主需要去走个过场 说到我准备去换衣服 烧师姐却想陪我一起 昆仑山外两个黑袍人追着一名女子至此 她本是绝情女帝转世 魔宗想在她身上种下某种沦为她的玩物 圣女逃进了昆仑剑宗 我们先回魔宗笔报宗主 招收弟子的地方叫仙缘台 仙缘台上有十个席位昆仑九宗 每个风主一席 宗主莫问天一席 我前来没准备招人 也没人愿意入藏剑锋 因为在外人眼中 我只是一个灵动静修行者 但同时也是个大帅逼 众女试炼者一下就被我的颜值吸引 我做到自己的席位后 就拿出悠闲的看了起 莫问天一看到我这蓝散的样子就来起 你再打我我可就走 看我敢顶嘴就想拿皮鞭调教我 幸好这时候萧师姐帮我解备 将师妹作为本宗数千年以来 唯一的圣经尊主 选择了师弟自然有她独特的眼光 突然我感到了身后一阵杀影 连六大半圣之一的宗主 和三大美人之一的苏丰主都沦陷 难道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随着宗主宣布试炼开始 第一项是测试资质 这一项起码能淘汰一大半 当长老喊一位叫安妙龄的人后 出现一位身材高条体态 轻盈的绝美的少子 当他轻轻抚摸水晶球时 场上温度便第一个冰凤虚影若隐若现 宗主一眼就看出这是冰凤血脉 这种上古血脉一旦觉醒入圣经的概率 就非常有了 一瞬间除了我之外的丰主 就上前将他为主 莫问天先开口道 我想收你为关门弟子你可愿意 安妙龄知道宗主是半生强者 跟着他自己一些秘密 这有暴露的威胁 于是便拒绝了前来招收自己的封主 莫问天让他自己来选修炼资源广共 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我身上 我想加入藏剑峰 做出这个决定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现在缺的只是修炼资源 而不是强者的教导 但这一下可把自己整不会了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因为他是绝情女帝转世 前世和三位递进强者联手寻宝 没想到这是一个为了击杀他的局 从生后险些被魔宗宗主 种下魔主 成为他的顶如玩物 无奈只好加入昆仑剑宗 找个若姬封主 但现在他万分无语 因为我带他来到住所后 他发现我不仅是个若姬 还是个冷逼 桌子上的灰都能再盖一座房子 看他被枪的睁不开眼 我便伸手上前帮他擦拭了一下 谁知他竟然这么大的反应 你脸上脏帮你擦擦这么激动干啥 沙发果断的女帝 竟然被人摸脸占了皮 以前别的男修 别说摸了就连看的勇气都没有 他发誓等修为恢复 就砍了我摸他的手 我又告诉他竟然拜我为师 就要守我规矩 我要众地斗鸟没时间教导你 有时候也会安排些琐事让你做 你可愿意 他现在缺的是资源 并不是强者的教导 所以才选择我这个若姬 此刻他在想自己近几日 就能突破灵动到达金升级 到时候看我还怎么管 但他并不知道 我已经是超出他几个大竞技的拜神 随着他跪地拜师 系统提示我收了个女帝转身 获得了至尊剑品 极品地兵 所有武技提升一筹 马德果然躺平才是王道 这也太香了吧 而安妙灵现在看我像石乐指 我赶忙收起弱智的表现 既然你拜我为师 这个就当作拜师礼 他想一个灵动静弱机 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拿起剑刚准备丢掉 却发现有些不对 这竟然是件极品地兵 上一世他也拥有一把地兵 但只是下品 当初联手杀他的人 也是为了争夺他的地兵 灵器功法和弹药分为黄阶 玄阶 地阶 天阶 地阶和至尊 每一阶又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和极品 上一世他也拥有一把地兵 但只是下品 当初联手杀他的人 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为了夺他的地兵 我告诉他这件 先让他凑合用 面对这种质宝 没有人不心动 可在他眼中 我只是一个灵动静的弱机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宝具 我便告诉他说是自己捡的 可他非要刨根问底 马德逼话真多 不要还给我 我还有一条珍藏多年的内容 当作拜师礼也是可以的 虽然他心中有很大的阴 但还是选择先绑定了再说 随着一滴鲜血滴落在地兵之上 剑体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此刻他顿感不妙 但为时已晚 随后光芒直冲云霄 引发了天地一醒 正在修炼的莫问天 瞬间消失在自己房间 环黄山脉深处几个妖黄 和一个沉睡的神秘存在 同时睁开了眼睛 东周西域魔宗的宗主 看向了昆仑剑派方向口中嘀咕的 有点意思等我出关 就去会一会这昆仑剑派 我神色一变连忙大手一挥 异象迅速消失 安妙灵也是下一条 连忙把完成认主的兵里剑收回体内 更让他惊讶的是 我居然一招就扑灭了异象 刚收回莫问天就来到了藏剑风 他问刚才藏剑风的异象 是不是我搞出来的 你看这里就我们两个灵动 竟能搞出这么大动静 安妙灵连连点头认可了我的说法 这一项出现在昆仑 怕是我昆仑有麻烦 你们自己小心吧 说完莫问天一脸郁闷的尼塔 他上辈子也认主过下品地兵 但也没说异象直冲云霄啊 更疑惑的是 我居然随手拿出 可以引发天地异象的极品地兵 更更疑惑的是 我又随手将异象给封灭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师父越发神秘 谁还没有秘密呢 我知道你也有秘密 我笑了笑告诉他自己要去做饭吃了 因为我出生世俗 所以有吃饭的习惯 昆仑九风每个风都有索妖塔 塔里关押着一些妖手 是用来给弟子修炼御敌之术的 只有藏剑峰的索妖塔 用来关押一些能吃的妖手 此刻塔中一只三条腿的昆昆正在修炼 他正是当年雄霸一方的三足金物王 下一刻就给我抓住了命运的后伯格 吓得其他昆昆靠强制多数 因为在他们眼中 我就是个杀妖不眨眼的恶神 我三下两出二的 就给昆昆来了个全身按摩 塔里存货不多了 看来要找时间去蛮荒山脉不点过 安妙灵在竹林中看着漫天的竹叶 他双眼紧闭着剑出桥 突然又睁大双眼喊道寒霜剑衣 天上的竹叶全部都被切成两半 并且上面凝结出一层薄薄的冰霜 剑衣果然没那么容易领悟 哪怕我有前世的精力 我做好饭后喊他过来吃 我避古了不吃饭 安妙灵回了一句继续练剑 吃饭是我藏剑峰的规矩必须吃 我严肃地说道 什么时候出现的 而且这是什么规矩 马德让你吃你就吃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桌上是清炒林叶和爆炒千年地损 安妙灵刚坐下就被我的菜箱所吸引 随后我就端来了三足金屋王做的肉汤 吃完这顿饭你应该就能突破到精深一处 安妙灵看了看桌上的汤和菜有些不幸 修行境界分为脱反 超反 灵动 精深 涅槃 造化 半圣 圣境 地境 每一个境界又细分为三个小境界 你真以为突破像吃饭一样简单啊 他端起汤喝了一口确实非常鲜 但是等他吞进肚子后整个人呆住 他感觉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体 你给我吃的什么 安妙灵惊讶地问道 也没啥就是三足无鸡王熬的鸡汤 你居然用妖王熬汤 他表面是只自律的昆 实际上却是无敌妖王 为了表示自己是名真爱昆 我就给他来了一个全身按摩 然后直接把他做成昆汤给徒弟提升修为 喝完汤的安妙灵只感觉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体 身上也开始散发出微弱的金光 体内更是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喷出来 他内心告诉自己一定要忍住不能试他 可强烈的欲望犹如万只蚂蚁在啃食着他 终于随着一滴液体落下 体内的能量瞬间喷涌而出 周遭的灵力迅速被他吸入体内 过了一会他顺利地捕破到了精神进一场 而我这个视角真的是歪歪DS 他看向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汤 我告诉他就是普通的妖鸡王汤 他心想一个经常吃腰王肉的人 怎么可能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废物 就算是一头普通的猪也能喂到涅槃鸡 他刚想开口问我 就被我用筷子堵住了嘴巴 人应该永远保持一点神秘感 我的秘密你无需过问 而你也有着很大的秘密 听到这句话安妙龄一下紧张了起来 难道他看出了我的真实身子 看着安妙龄紧张的表情 我忍不住夹住他的嘴巴 不要多想 赶紧把饭吃完 我临走前对他说了一句 吃完饭后别忘了收拾桌子 等我走远后 安妙龄小声嘀咕道 又占我便宜 早晚把你的手卡住 此刻我想他已经突破 金身镜肉身强度也够了 那就给他练一颗妖黄 单帮他觉醒醒 想到这里我就出发前往蛮荒山脉 顿时整个蛮荒山脉热闹了起来 该死的人类你怎么又来了 在抓我手下我和你拼了 妖黄可是相当于人类半生的存在 所以他傲气失足 蛟龙黄怕自己一人不是对手 便喊来了蛮荒剩余的两大妖 我尴尬地笑了想 今天是来向你借两罐妖黄金血 青鹏妖黄看我太帅 便说自己刚好生理期 见你两罐也无所 猕猴黄急忙提醒 这小子可是来杀咱们 我见你 真是七妖太神 话音刚落就拿出 海神三叉几项五次来 身后猕猴黄也拿金箍棒向我起来 既然你们不见到 我就自己动手拿了 瞬间我身后出现一尊玄武幻象 凝聚到拳头上 使出一记庐山生龙霸 即使身为妖黄 也没能扛住我这一局 你们一起上到我赶时间 我如此自信是有绝招的 我的画自在大法乃是无上秘书 能够变化万物 可花生灵 可花万点 可花岁月 可花盖世强者 看我如此嚣张 他们两人也准备祭出最强杀招 下时间乌云密布天地一扁 携带万吨的雷霆之力向我攻来 两位妖皇级别的合体技足以秒杀大陆任何强者 不就是合体技能吗 我也怀 我的功法可都是经过千道奖励提升过从次 只见我先向后跳出一大步 帝师魂技 万剑归宗 隐藏魂技 九环奇诈 五魂融合技 电光独龙钻 最后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精血 出来几天难道妙龄这小妮子想我了 还好刚才自己打偏了 要不连家都不剩了以后就不好采集精血了 我又去抓了几只妖王补充一下食材便回到了藏剑峰 深夜炼丹房突然发生大爆炸 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安妙龄 看到是炼丹房的方向便猜到是我回来 此时的炼丹房已然被炸成废墟 这两天你去哪里 我转身看到身穿睡衣奶胸奶胸的安妙龄 我把刚炼成的丹药马上塞给他让他趁 他疑惑地看着丹药 心想一个废物能炼出什么来 可仔细一看丹药中闪过三大妖黄的虚翼 这难道是天阶极品妖黄丹 以自己上一世女帝的身份都一丹男求 妖黄可是相当于他们掌门莫问天的人 在东周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他满脑子一问 一个灵动镜是怎么取得这么多妖黄精血 他虽然很想立刻就询问 但是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 便先将妖黄丹给吞下 我在他身后催动体内灵力助他吸收 只要慢慢将自己的灵力输送到他体内 就这样十分钟过去 突然安妙龄的脸色变得不怪起来 我突然想起蛟龙本性比较银 碰到冰凤血脉后是有可能激发这种本人特性 师尊我想要 妙龄你该不会是要罢 话没说完他直接抱着我吻上去 现在自己的清白可是遇到了巨大危机 急忙提醒妙龄清醒点不可以色死 不听不听 我就要和师尊色死 说爸就伸出小舌头舔了我脖子一下 我本想制止 但我正在帮他催动体内的血脉 首先表明我可是个证人君子 他此刻的理智也已经全部被吞 最后我只能任由他施任 因为停止会导致觉醒失败 半个时辰后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起 藏剑峰上空也出现上古兵凤的虚异 宿主徒弟觉醒地品上古兵凤血脉 境界突破到涅槃境 奖励宿主资质提升为七品 签到奖励提升六成 看他已然成功自己的清白总算没辜负 而安妙龄此刻已经爽翻天昏过去 等他醒来我表明自己是坐怀不乱 是你自己主动的 以后你还是要克制一点 毕竟师徒有别 说爸我便一溜烟地跑出房间 这时他想起了刚才羞羞的事情 小脸一下变得通 上一世作为女帝兵清玉洁危险四方 从来没有和男人有过亲历的举动 刚想追出门 安妙龄就碰上了宗主莫问天 其他丰主也是感受到了异想 听到了凤鸣才感到 你这是觉醒了上股冰凤血脉 莫问天一脸激动地说道 宗主们纷纷建议让妙龄去自己门下 不能在我这个废物门下耽误 听到这些话安妙龄神色冷了下来 我师父很好也正是因为他 我才能觉醒这么快 众人在想这小妮子肯定被我绝世的容颜给泥伤 就在这时一道呼喊声传来 宗主不好啊 有好多妖族在往昆仑打 肯定是之前天地一响 吸引到了妖族的注意 宗主便让我和妙龄先在藏剑风堵 说完莫问天带着一众风竹往山门方向飞去 众弟子们也来到宗门门前 宗门上空的妖族越来越多 只见领头的正是我先前去蛮荒 借精血的蛟龙皇 他确实是被上古冰凤血脉的气息吸引 扬言今天不交出冰凤血脉就踏平昆仑 妖皇相当于人类半生的存在实力异常情恨 而安妙龄雀和蛟龙皇产生了某种熟悉的共鸣 突然他想到了 这气息和师父给了妖皇单里的气息一样 这说明单里有蛟龙皇的精血 而龙雀遇到自己体内的奉险 就会激发内心最真实的情绪 所以自己才会情不自禁 此刻他以为我是故意的便踹开房门 发现我并不在房内 区区蛟龙皇好大的口气 莫问天也是半生所以他丝毫不拒 话音刚落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但蛟龙皇比莫问天要略低一种 就这种实力还妄想没有昆仑 我的实力确实不够 但加上青皇和妮猴三个妖皇应该够 五分钟之内他们就会等到 就凭你一人恐怕保不下这个踪影 听到还有两个妖皇诺问天脸上表情凝重了起 猕猴皇在路上抱怨 都怪你非得看完斗罗大陆结局 结果迟到了吧 我此时正在他们上空迭了的飞机扔过去 在他们后面紧追不死 猕猴还以为是亲朋心仰的宠 可定静一看发现不对劲 没等他们反应飞机就爆炸 所幸两人受伤都不严重 但抬头看去后傻眼 在面前的居然是一口大鼓 两位此路不通你们打哪来就回哪去 两人一眼认出就是上次打伤自己强行戒血的渣男 难道你是昆仑剑派的人 得到我确定的回复后头也不回的就准备跑 既然你们猜对了肯定是要有奖励的呀 只听我口中喊道 他画字在大楼 画龙 就用金龙找给他们来了的全身暗门 一不小心弄死 以后又要重新找妖皇戒精血 宗门后双方已经僵持了半个小时 莫问天也开始无情朝火 靠他一个妖的势力是不可能攻破昆仑剑派 所以他只能放弃 莫问天心想南荒山脉的妖族顶上妙子 看来自己得去一趟后山了 蛟龙皇被放鸽子打到气气 转身朝手下出气 没看到我又去饱了他的大将牛牛 今晚就吃红烧牛肉加坤汤吧 今天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 可自己的房间只能看到夕阳彩队 那就证明自己睡了一整天 前段时间自己每天被安妙龄拉去修炼 经过一个月的折磨终于不再来找我 今晚必须主治妖王庆祝一下 而安妙龄这边为了修炼忘情路 准备斩断七情六欲 可最近我对他的爱护和关心 他有送给他的极品地兵 以及妖皇丹时的文思 这些情绪都在冲击了他的道心 这时我过来喊他去吃红烧牛肉 我问他前段时间你可烧得很了 最近这是怎么了 得知原来他正在修炼太上忘情路 自己好像在哪里听过这本功夫 突然想起来这太上忘情路 是一本修炼绝情大道 直达地阶的功夫 我便告诉他完全理解错了 太上忘情路修的不是绝情 是有情却不畏情 千不为情困 把情处理的扩大洒脱 你不是喜欢练剑吗 我这有本心见诀 应该比你那个太上忘情路要好 二百两卖给你 这一看他就会深深地吸引到 这是可以修炼到地阶之上的功夫 他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突破地阶是他上一世梦寐以求的事情 只是他到死都没有的亏门剑 也马上掏钱买走了我的剑局 前势力经万险都寻不到的东西 今生如此简单就唾手可留 我此时看着手中的两人钱陷入沉思 但随着这小妮子一句谢谢师尊 感觉这一切也都值了 然后我就带他去修炼剑局 顺便帮他解决掉忘情路带来的影响 第二天一个小姑娘飞行在我藏剑峰上空 下来就喊我小师叔在做什么 姑娘名叫燕青司 是掌门莫问天的清传弟子 我告诉他妙龄以前练功练错了 在帮他矫正 并且还教了他更为厉害的功夫 这时安妙龄听到身旁传来吃东西的声音 并且声音越来越大 忍无可忍的他冲着我两个大喊 正所谓不为外物所动之为敬 最后妙龄对着我缓缓抽出了那股滴滴 就玩起了你追我跑的游戏 如今更是来找怼天大圣孙悟有借他猴面 可他却说我不该来这 话音刚落我就冲上前给他一电跑 然后他可能累了想睡会就躺下 看他不说话应该就是默认借给自己 但当他醒来却说让我把酒放下 可上面已经有自己名字就代表是我 我这一举动差点的将他气死 随后我就稍微拿了他一两瓶 回去的路上顺便打开系统签到一线 没想到直接奖励了万古不灭体 画面来到藏剑峰的竹林 燕青丝抱着安妙龄一个劲的感谢 这十年在安妙龄的帮助下他领悟了剑影 而安妙龄自己也收获泼风 修炼完一身尘土 伸个懒腰就准备去洗澡 伸脚进去试了一下水温正合适 便拖了个金光进去 此刻他心想此刻某个老六就该出现了 没错这个老六就是我 我过来喊他一起去吃夜宵 每次喊他吃饭都能撞上他洗澡 首先说明我可是证人君子 我喊他赶紧出来随我一起去喝后面 我保证自己不会偷看的 你放心大胆地换衣服 没想到他居然让我这个证人君子滚蛋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出来后看着月亮 在想明天该杀乃至妖王主犯 安妙龄此时也换好了衣服走 看到我笑得如此猥琐 以为我在歪歪他 看到妙龄后我只能用力地压枪 我夸他这件衣服是真的好看 他却抱怨我给他买的衣服越来越紧 结果稍微一用力 中间的扭扣直接崩开 两座大山峰上的小山间被我一览无余 直呼好大 今晚注定又是一个难眠之夜 今天本来和徒弟一起吃妖王顿的汤 突然感知到有半生强者带人来昆仑 便带着徒弟前往主峰场 而主峰的演武场内已是人山人了 听闻冷牙长老最近带着弟子挑战个大宗派 这名老者是蓬莱派大长老冷牙 他解释说是绍伐陷入瓶颈 想和各家弟子交流一些 其次是听说昆仑出了个上股穴迈想见记 莫问天就告诉老者我徒弟闭关了 老者口中名叫少华的青年 此刻正在台上 故意等对方完成领域主 等对方朝自己冲过来的时候 防缓抬手释放天阶中平武技 一下将对手击飞树女 然后鼻孔朝天开始无情嘲讽 转身看向台下众人 众人知道自己和白少华的差距没人敢上去 有冷牙这位半生给他撑腰 他更肆无忌惮嘲讽 最后掌门的清传弟子燕青丝请站 保险起见把安师妹也叫来了 叫他有什么用 现在他还差点火 青丝便解释说 他两人在我的引导下已经领悟建议 这下掌门可吃了一惊 在众人眼中我可是废物 怎么还能教别人建议 可有自己清传弟子的保证看来是真的 心想怪不得总感觉我身上充满苦关 随后青丝上台迎战 白华这时却要用一个逍遥秘境的名额做赌注 宗主心想看来 彭来此行就是为了名额而来 青丝脑海里听到有人传音让他答应 然后绍华就从当下掏出长刀 将力量凝聚刀身之上使出狂风绝吸着 青丝也抽出大宝剑剑步上前 使出一记封尘绝念斩正面碰撞 绍华没想到眼前这人居然也领悟了剑 但是和自己比起来还差 就让你看看剑意更进一步的境界 剑意与剑技的融合 一道剑王带着莫大的威势击射而出 天阶上品剑技狂风剑 蕴含着肆虐的剑意向燕青丝写 对碰之下燕青丝的防御瞬间瓦起 他整个人被击飞数米之高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莫问天知道再让燕青丝战斗下去已经没意义 我有些看不下去 直接一个起跳接触了燕青丝 女弟子们看我抱着燕青丝头来羡慕目光 我虽然是他们眼中的废物 但同时也是宗门第一帅逼 白发少年心想着群俗人被美貌蛰伏难成大气 当他看到我徒弟的时候不由了 然后一个剑步上前来要威胁 和他一同前来的半生强者安安 目标终于出现了 我让他这条臭虫把脏手拿 他直接骂我是臭泥丘 安妙龄听到后正准备教他作用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传闻昆仑有一个很帅的废物丰主就是你 他们一定是被你的美貌迷惑 我要让他们知道实力才是最重要 他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很多不能过神的发 安妙龄看他这么为随便向我请战 我让他给蓬莱留点面子指出三丈 上台后底下众人议论纷纷 安师妹才修炼十几年 而且还是跟着一个废物是否 宗主问我还要抱自己徒弟到啥时候 白发少年心想安妙龄修为应该不会超过燕青丝 待会儿自己可要好好的装个逼 刚开口说师妹起 一柄长剑就扑面了 根本来不及躲闪的他被中操 心想要不是自己不一让你怎么能伤我 回身准备用击败燕青丝的那招剑 可被安妙龄轻松化解 并嘲讽他招式都属于表面 太过于粗糙没有威力 今天就让你看看真正的剑 狂风绝西斩 逼招祭出对方瞬间丧尸战力 台上也生肯起诉大漩涡 这难道就是大成建议 一个修炼十几年的人 怎么可能有大成建议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准备吃我的第三招 我想妈妈了 第九魂祭 超级无敌霹雳霹爆炸 螺旋升天揪击冰封犬 随后他就变成了一根旺旺碎冰冰 冷牙也按照约定 给了宗主一个逍遥秘境的名字 这次来昆仑让自己门派损失一名天才 但他却满心欢喜的样子 马不停蹄地来到悬崖上的一处洞穴 棺材中人是天魔宫公主 现在已经马上全部使用 公主给您找到最合适的宿主 他身上留着上股冰凤血脉 还掌握大成建议 等本宫得到肉身后 必定少不了你的好 绝请女帝 你给本宫的羞辱必要板被奉了 而他幕后主使正好缺这一副身体负 并且就躲在我徒弟即将前往的逍遥秘境 毕竟是昆仑蓬莱和太白三大派 花费大代价打开的 每二十年开放一次里面有大机缘 但是只能涅槃进以下进入 并且每次最多只能进入酒 进入秘境后只有七天的时间探索 众人了解规则后纷纷跳入秘境 这时我徒弟安妙龄的钥匙上扶起一律飞起 天魔宫公主感知到他进入了秘境 就吩咐人将他带过来 安妙龄此刻已经到达秘境身体 然而却和师姐们走散 现在是自己一个人 突然前面草丛中传来动静 掏出极品地兵一刀砍去 发现是只乌鸦 紧接着一个卷轴掉落了下来 这难道就是师叔说的秘境机遇吗 卷轴上面画着天凤圣果的埋藏地 只要吃了就可以突破涅槃境极限 于是便开开心心的前去寻找 地旁的乌鸦密切地关注着一切 可他没看到安妙龄身上出现一些兵渣 当安妙龄到达地图所指的地方后 树上果然长着几颗天凤圣果 在往前一步走势脚下出现一个血色法阵 紧接着法阵迅速扩大将它包围在中间 安妙龄认出这是封锁工作的所证 但为时已晚阵法已然形成 天魔宫公主缓缓从她身后飘来 果然是陷阱 而且还是一个圣经的圣物 想要夺舍我的身体重生 公主刚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 下一刻安妙龄就在她眼前变成一个旺旺碎冰冰 可恶老娘居然被一个小妮子扫 气得她对四周无差别攻击 安妙龄随后从阴暗处慢慢走出来 当公主看清楚安妙龄容貌后彻底惊呆了 她认出安妙龄就是绝情女帝 害得自己天魔宫被人灭中 还有自己的身体也被人摧毁 身为女帝转世的安妙龄对这一切却想不起 公主也不多说废话 一个剑步就朝着她冲来 而此处秘境超过涅槃竟是不能入内的 她想女帝此刻必定失去了地境的修为 便打算夺舍掉这绝佳的身体负墓 不过好在有我之前送了兵力前 这才让安妙龄抵挡住这一击 可蜘蛛女朝她不断发出强悍的攻势 安妙龄根本没机会还手只能吐槽 并不断地用兵力剑化解掉身后的攻击 一直帮你挡下攻击的那把剑是递接兵器 等我将你这绝佳的肉体据为基尔 还可以再收获一把绝世递递 安妙龄瞅准时机挥剑斩断一只猝狗 这个秘境规则限制了所有外来者的实力 你只不过是一个失去肉体盛进魂魂 想要来到这里就必须自我封印 你也不会立案 蜘蛛女听后抬头大笑 脸上的石头开始破裂散发出黑气 随着面具的脱落露出争鸣恐怖的面 并且身后出现一只两米半高的蜘蛛 安妙龄感觉到这股气息已是半生之境 蜘蛛女瞬间又消失在原地 来到她身后说自己是马上突破到圣境的半生 安妙龄只感觉全身酥麻动腾不断 我为了获得可以在秘境中使用超过涅槃镜的力量失敬 被你这个女帝所击杀后灵魂并没有散 误打误撞进入这个秘境被一只蜘蛛盯上 在受到她飞人的折磨后 倒发了全部潜能奋起反击 最后被毒液侵染全身才得以击杀蜘蛛 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安妙龄情急之下摸了摸胸前的铜牌 远在昆仑的我立马就有所察觉 这铜牌是先前我给她的 让她在秘境内遇到危险的话就催动这个时空令牌 并嘱咐到要贴身收好 她姨父为什么非得贴身 因为到时候为师就会从令牌里出来帮你 难得进城一次吃碗油杂面 却察觉到安妙龄的时空令被催动 吃碗面又要去营救GG宝 毕竟内的情况越发危机 堂堂女帝最后的手段就是一块铜牌 可惜她好像并不能救你 我这时施法传送到了令牌旁边 蜘蛛女察觉身后有人准备转身拟抵 但为时一晚被我迎面一举 将她打飞出去两万五千米远 急忙接住虚弱的安妙龄 询问她不是该和青丝他们一起怎么走散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她就将先前发生的事情 传进我的神室 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如我青临一般在脑海上 这才明白过来这女人和冷牙适应 就是为了给她找合适的肉体 才戴白绍华那个蠢锅到处抵探 看她盯着我帽子一直看 便解释说这是打破秘境规则限制的法宝 原理就是杀死秘境里的妖兽后 用妖兽的灵魂将自己伪装成 秘境的一份子就好 也就是说那个女人能用半生的力量 但她先前一定也杀了一只半生的妖兽 蜘蛛女这边只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支离破 这一定是秘境最终心力量为王的灵爆圣物 被逼无奈的她决定动用最后秘法于斯王 只见她手背上赫然亮起一只蜘蛛图案 而我正在妹子面前装逼的时候 脚下传来一阵剧烈的 刚才的蜘蛛女此刻已然彻底变成一只怪物 我没想到兽化后的她实力居然几个被增长 而我又被秘境压制修为只能使用这顶妖兽的力量 只见我雨点般的拳头朝着充许 下一秒只觉得拳头传来一阵 她的皮肤变得坚硬无比 随后不给我喘息机会使出一招恶龙咆哮 现在比我想象中还几手根本没办法破坏她的 她还能一直用处稀奇古怪的招式 而且都还伴随着剧毒 但我凭借半生的身法都强了 忽然安妙灵冲我大喊小心 可为时已晚我已经落入蜘蛛女的陷阱 下一刻阵法启动将我身上铲满蛛丝 直到将我裹成一团蜘蛛蛹 随着她的手指轻轻一拉 我就被拉到了她的面前 不过安妙灵此刻好像想到了什么点 蜘蛛女看我在里面不再动态 就准备将我整个生吞下去 就在这时朱咏上突然裂开一道坊 我伴随这一道冲天剑气破茧的出 我都忘记还有兵力剑还好妙灵反应过 只见我抬手使出手阴日月阴 剑度向前使出身阴毒钻音 最后纵身月旗使出心阴宝 不入依 虽然修为被限制 但三阴和一变可避开规则 蜘蛛女看我攻来急忙聚合全身的力量 召唤出一面坚硬无比的剧毒之强 我再加上刚学会的新剑局 这一击就像切豆腐一样击穿了她的房屋 死前她都想不明白 我为何能使出如此强大的招式 死亡如风 长伴无声 随后我感觉到周围有股强大的灵气 发现旁边的树上有着可以突破瓶颈的天凤圣果 正好摘来给这个小烧杯吃 圣果入体后 她的冰凤血脉再次显现 攀升到一定程度后 就开始往涅槃进巅峰突破 恭喜宿主徒弟突破境界奖励 宿主签到奖励提升二成 安妙灵沉浸在喜悦中 是我说还有一件事要紧急 我拿着我的小皮鞭迅速地向地下钻去 入一会儿只见我用力将小皮鞭从地下抽出 而且还拽了个人出来 凑近一看居然是蓬莱派的长老冷牙 人人都说昆仑的小事书是个废物 看来你把所有人都骗了 我突然想起来再不回去牛杂面都要凉了 便将灵抱猴剩余的能量传送给了安妙灵 现在你暂时拥有了半圣镜的力量 说把我便消失在了原底 冷牙身上的小皮鞭也随之脱落 冷牙心想面前这个半桶水的临时半圣 怎么可能打开自己 想大就掏出了自己的七杀剑召唤气魂真性 马上又使用第五魂纪威震四方 安妙灵只感觉身体比想象中的还要轻盈 冷牙以为安妙灵一定不会使用半圣的能力 安妙灵轻轻地落在剑锋之上 自己上一世可是拥有递进的修为 而现在只是在回忆曾经半生的等 冷牙又抽刀向前一击横斩 再一次被安妙灵翻身 不过就是一个小丫头 准备在安妙灵落地之前了解她 抬手又是一击强力横斩 可安妙灵却瞬间消失在了她的视野 下一刻居然出现在了身后 这速度和力量让冷牙大吃一惊 一拳将她轰飞十几米远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安妙灵 居然一拳没将你斩杀 比起以前的我还是天差地别 算了毕竟这只是半生的禁忌 冷牙眼看不敌便透支生命 强行提升实力背水一战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 真正的半生是什么猛者 安妙灵只觉得可笑 自己上一世斩杀的半生数不胜数 下一刻便使出我传授她的新建局 一剑披下地洞山摇威力极大 而同伴们还在苦苦地搜寻她 解决完敌人后 安妙灵马上去找同伴们归来 为了帮我继续隐藏修为 于是便撒谎自己遇个小机缘 救完她后我马上赶回来吃牛杂面 却发现有人把我的桌子给掀了 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的打斗声 一群侍卫在护送一个公主躲避 非裔人追杀 公主却最后也没能逃脱 被非裔人拦住去了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回头看看 你也不想你的国民为了你们送命 就在公主万念俱灰的时候 我抱着牛杂面 痛哭牛涕地问苍天是谁干 公主马上报名自己的身份 想让我救她 非裔人抬头告诉我 魔宗办事少管现实 本来就很乱 自己和苍天说话还被打扰 我便温和友善地教她 不要打断别人说话 地上直接出现一个深坑 公主也被刚才一击的威力所震惊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不如现在我们一起回皇宫 深入探讨如何报答您的恩情 但是我没吃到牛杂面 便拒绝了她去找牛杂面 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公主心里很是失落 幸好用投影实录下了母亲 回去让情报机构 看看是哪家的公主 此刻我心想妙龄 他们回宗门还要一段时间 正好能回家一趟 晚上赶到时发现家被封上了节节 我撕开个小口心 想盛进阵法怎么会布置在我家 而且里面一点人烟都没有 起码荒废半个月 我不敢多想急忙跳入院中 刚落地脚下就传来清脆的响伤 下一秒一块地板迅速弹出 这下自己肯定要中买粉 紧接着地上冒出两个黑衣 直至全部弹出才看清是父母的人偶 给自己留言说带着全家出去浪 并叮嘱自己小心书 搞得我一头雾水小心什么书 众人都以为我是废产 殊不知我是为了躺平而隐藏境界 今天更是在鸡脑手中救下了清秋地鸡 没想到再给他洗澡时突然变回人气 本来今天出门时掐指一算 感觉今天运气不错来一发签到 随着按下签到按钮 获得了所有技能提升力度 还有一个超级小石球 难道自己签到七星二十五天就给个这玩意吗 这怎么看都像一个咕噜球啊 也可能是个强大的反弃 这时突然有只狐狸从我头顶上飞走 刚好被这个小石球所捕 看着狐狸被吸入球中 没想到他真的是个咕噜球 一个大汉从身后追来让我交出清秋地鸡 但这只狐狸总看都不像是 大汉看到我的容颜后方心被瞬间捕 过来说要带我去一个快乐的地方一起修炼 并表明自己是圣境强者 此刻在我脑海里被封印的记忆再度唤醒 我跳出他的怀抱大骂死鸡老 听到这三个字后他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提起大浅子就要加暴我的嘴 我眼看不妙纵身向后跳去 感觉到此人的力量异常强大 别跑啊混蛋吧 你个死鸡老这个盒子分明数 又听到那三个字后 感觉自己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 就这样追着我一路猛杂 直至深夜将他累得够情 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事要做就不和他继续 下一秒他脚下就生腾出一个粉针 我刚一离开呢就发生大爆炸 我把狐狸带回来后帮他聊杀 他醒后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开始回忆 看他醒了我便在身后挡了什么招呼 告诉他这里是昆仑是自己救的 他看我只是灵动镜怎么可能从圣境手上救下自己 想罢就打算从窗口溜走 可刚踏出一步就被小尸球给吸住 因为他已经与这个法宝签订了契约 离开法器太远的话就会立刻暴力 并且不签订完整契约三天后也会暴力 狐狸听后自然是满脸不信 我便让他自己感应一下石海中的契约信息 感知过后发现和我所说的一名一样 然后开始装可怜说自己得罪了太多事 签订契约就等于接下自己的英语 我告诉他自己很强无所谓那些英语 他心想今天算是遇到傻冒车大炮 看来只能找机会带上法器逃跑 我们来签订契约吧实现是一百年 或者是你的境界超过 狐狸一听境界超过 我就可以解脱自然是喜出望外 因为在他们眼中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弱鸡 随着契约的签订 系统也奖励了我至尊功法天狐至尊爵和极品地宝天狐猪 但转眼又看了看他满身的伤口 只好拿出自己的灵药 我喊他小菜狗先吃东西自己去去救 自己可是青秋地鸡居然被一个废物含小菜 凡间的粗茶淡饭自己才不吃 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 内心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吃饱好修炼 随着一块肉被他吃下来 瞬间就感觉到了这是块妖王的状 自己身后又多长出一条尾 但又感觉自己被坑了 他想我就算把这一桌子肉吃下去也不止是动静 吃完饭我便带他来泡温泉 随着他爪子硬 整个身体失去重心 一下子就没入了水中 正当我四处寻找他时 他欲水便幻化出人形 纵身一跃将我扑倒 然后将我压在他的身上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都告诉你我不能下手 我知道大家也不爱看 我就替大家看了 可他只顾着将我扑倒宣泄怒 已经忘了此刻已经全身暴露在外 发觉后马上钻进水中让我滚出去 可我却拿出先前系统奖励的珠子说要送你 随后他便悄悄探出半颗脑袋骂我色狼说自己不要 可当他看清楚这颗珠子后眼睛都瞪大 因为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一颗天妖珠 这种珠子都是天妖级别死前用所有灵力凝结而成 狐族凝结的被称为天妖珠龙族的被称为天龙珠 但哪怕是鼠族的天妖珠都是极品地理 于是他便站起身问我条件是什么 我也很直白地让他过来亲我一宝 只不过是个弟弟弟宝而已就想要我出了 看他不从我便又拿出本天妖至尊绝来诱我 可他看到后却露出了机缝的笑容 因为他现在修炼的九尾天经可是地阶顶尖的 这么随便下定论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说到我就将功法丢给他 拿起功法的他不幸世界上有比九尾天经更适合自己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无聊的我开始喝洗澡水 而他自从开始看功法后一动都未曾冻死 他发现按照这本功法居然真的可以修炼到天狐 在狐族几十万年的历史中也指出了一位天狐 那位天狐还是机缘巧合下用了一些天才之宝才突破 正想问我真要送给自己吗 却发现我仍已不在 转身看到我坐在桌前小九已经满伤 便问他这件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这一下将未经人士的他问的面红而视 心想为了提升实力复仇拨出去 我一看他同意了便撅嘴过去 他也很配合地凑过来 他紧闭双眼强忍内心的不悦 就在我们的嘴唇相距一公分的时候 兵力剑突然飞出插在我们中间 还差点将我的指引砍下来 狐狸以为是有敌人来袭瞬间进入战斗状 来人正是我的徒弟安妙林 他因为和我有约定所以除了秘境一刻都没休息 就是为了快点回来见我 可刚一回来就看到我和小狐狸在这里差点亲生 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直接动用冰凤血脉攻击 经过他这五年星祖修炼实力终于恢复到半生 发现契约还是没有解除 随着他到半生系统也给予了我丰厚的解释 这时候他隐隐发觉自己上了个大地盘 画面来到蛮荒山脉的最深处 某个山洞外充置着巨大的能量随入 先前被我教训的几个妖皇跪在洞前 妖圣大人我们发现了上古冰凤血脉 可是他身边有高人还将我们打伤 下一秒一个金色龙头探出纵外吻他们血脉在 他就在如今的昆仑剑牌 这位妖圣当年就是被昆仑祖师协同 另外两人将他偷袭 导致他的修为一直徘徊不前多年 你们三人立刻召集妖族三天后 随我一起踏平昆仑 妖圣的命令可谓是令出山摇动三军轻分明 散漫的妖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集合完毕 而昆仑掌门也马上去请老祖出山对抗妖圣 老祖让他先与蓬莱太白联合 剩下的交给三宗老祖 随着我每天努力的迁倒 他画自在大法提升到了十二种 万古不灭体也来到了二种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三天后 妖族在三位妖皇的带领下已经杀到昆仑 莫问天也号令三宗弟子们奋力抗抗 瞬间双方就扭打在了一起 苏兰身为昆仑风主便上前对抗青鸿皇 可他的攻击都被敏捷的青鸿皇给赌 随后便开始对苏兰进行反击 只见他脚下不知何时伸出几根藤蔓处 等他发现时为时已晚 瞬间将他用极其羞耻的姿势领起来 宗主一看不妙就准备前去营救 可与他对垒的蛟龙皇不给他丝毫抽身的击 而青鸿皇的蓄力已经完成向苏兰攻来 下一秒苏兰就被巨大的火海所尊实 所幸我徒弟安妙龄及时赶到将他救下 苏宗主你先休息下把这个屌人交给我 你终于肯露面了传闻中的冰凤血脉 在后山的一棵树上 我和小狐狸正静静地看见一切 小狐狸开口问我不打算下去帮忙吗 不过很快就被一个妖皇给盯上 眼看躲不过也只好硬着头皮与其对抗 不过他仰仗自己前世是女帝的经验 再加上冰凤血脉带来的加持 也有与之一战的实力 下一秒直接从天上打到地下 由于能量太过强大爆炸波及了树 众人的目光也被这天第一项吸引过去 可两人的战斗并没有因此停止 只见妖皇使出临天一击向安妙龄攻去 但被他巧妙躲过并踹了妖皇一击 妖皇一个2500度旋转后安全落地 没想到一个区区造化二种 居然敢毁掉自己的盛世美 简直不可饶恕 今日一定要将你砸断手脚 说着又轮起号天锤向安妙龄打去 可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有点力武从心 但还是强撑着与妖皇对拼了几个挥 突然一击顶膝向着他面部袭来 他赶忙向后攻身强行躲过 没想到妖皇迅速转身变成后脚灯 安妙龄这下来不及躲闪重重吃了一击 没曾想这一脚蕴含的能力 即大将他击飞数百年 妖皇也不给他任何宠妻的机会 直接动用全身的魂力使用大虚拟手 向着安妙龄落脚点展开无差别攻击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心头一掺 小狐狸更是站起身来准备前去迎救 却被我一把拽住了脖子上向前 我让他不要着急安妙龄不会有事的 因为我察觉到我上次给他的半身力量 还被保留了不停 果然等烟雾散去后 他毫发无伤地冲击 妖皇一看他没死就击具力量准备第二轮的攻击 安妙龄看没办法了只能动用这最后的力量 随着耳环破碎 一股强大的灵力瞬间涌入了他的体内 妖皇这时却突然地愣住 因为他的未来只眼看到了自己马上就会被杀死 没等他多想身后就传来一阵破空声 转身一看天上一束激光正向自己袭来 他不相信眼中看到的一切起身飞冲向激光 几句全身灵力展出这一劫 看着空中的爆炸以为自己成功之时 把车中一股强大的气息化作龙魂将妖皇救醒 青鸿皇知道这是妖圣大人来救自己 妖圣也明白培养一个半圣境的妖皇并非意识 自己以后还要靠他们来对付政党 随后二话不说五爪金龙就向安妙龄抓去 因为有了这个冰凤血脉做祭品 他就可以踏上地界 不然天空之上射下来三道剑气将龙爪击散 紧接着三大宗门的祖老们纷纷现身 当年就是这三人联手偷袭才将妖圣给打伤 导致他数百年来修为停滞不解 画面来到藏剑风的仓库内 我带着小狐狸非但没去帮忙还回来找衣服穿 而此刻的宗门广场已经开始了人妖大战 三宗祖老使用组合器三才震唤出一柄白尺成剑 当年也就是用的这一招将妖圣给击败 妖圣的龙魂瞬间金光大战 然后就朝着巨剑口吞金光 当碰撞在一起时整个天地都未知变死 下一秒就看到巨剑将龙魂整个贯穿 但刚才爆炸引发的余波也将三宗祖老给镇上 随着妖圣的马车落地坠落 妖圣的本体也显现出来一根手指挡住巨剑 只是稍稍用力就将巨剑给拧成碎块 当年若不是你们用这招偷袭我又岂能伤我风筒 说罢就将刚刚破碎的龙魂再次凝聚起来 朝着安妙灵扑去 就在大家都以为完了的时候 安妙灵胸前的传送令牌突然闪烁五彩光芒 紧接着就从里面伸出一条手臂 然后我整个人也从令牌中钻出 一拳就将刚凝聚好的龙魂再次打散 我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废物 所以特地换了身衣服并戴上了面具 我看着痛苦倒地的妙灵便问他怎么 混蛋你来也不说一声你试一下看看同步 我急忙转移话题对妖圣说道 无奈只因尊者是昆仑的守护神 今日我便要踏平昆仑谁也拦不住 妖圣也刚刚击溃正到三宗老祖是气大圣向我攻来 却不曾想被我给一剑将他的手臂斩下 我这把可是人剑人爱花剑花开 棺材剑了打开盖的至尊生死剑 少在那装逼这不过是一把区区地冰 看他如此不服还说我装逼便开始往剑中积聚灵气 妖圣也开始认真起来强化了全身的皮肤 我剑去臂完成直接挥出一道彩虹色的剑气 妖圣看我剑气袭来也聚集全身龙魂之气以至抗抗 当两股能量体碰撞到一起后引发了天地距离 但下一秒妖圣的龙魂之气开始出现了裂 紧接着就被我的剑气击穿将另一条手臂也击碎 他此刻根本不敢相信到底是什么力量 能将自己强化过后的皮肤击穿甚至击碎 然后剑气在他体内爆炸将他击飞树 看一切都搞定了就准备收工回去吃牛砸面 战场的另一边雄霸一方的蛟龙皇也已经被制服 宗主过来查看了一下安妙林兄前的擦伤 并问到将妖圣击败的究竟是何人 他正想说是自己的师父师 想到我既然穿成这样肯定是不想被认出 急忙改口说可能是我师父的师父将清雪师祖留下的后手 宗主心想这场战斗要是有清雪在场的话 应该会很快结束 总算是蒙混过关这下刻把他吓得不轻 远处被斩断双臂的妖圣又缓缓地站起身 并且脸上瞬间轻轻爆起 被击碎的手臂也开始快速恢复 整个身体就像充满着用不完的灵气 此刻的感觉他已经期待了三百年 下一秒他就开始熏泻体内过剩的灵气 众人大吃一惊为何被击败的妖圣 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奉的气势 原来是他在冰死状态下终于突破了停滞三百年的禁忌 如今的他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地径 但现在可以说是地径与下无敌时 众人都在为我担心能战胜这个半步踏入地径的强敌吗 现在只要他得到冰凤血脉 就可以成为新的妖帝统领万妖 看他仰天长效此刻已经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便直接向前一个剑步给他来了的一剑风 他现在已经彻彻底底地被惊到 这世间有这等恐怖的存在 自己居然不知 本来是想慢慢打让他死前装个逼的 但奈何废话实在是太多了 再不回去我的牛杂面都要凉了 妖王重回人间找整个天下负责 如今全体正到夹起来都拿他没办法 然而却被我这个废物一击枕杀 达到圣经的金龙日后拿来包汤底部上任何灵丹尿料 所以果断将他的尸体收入囊中 安妙灵看战斗结束了就准备回去 我露出纯洁的笑容让他等一些 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这迅速地钻进他胸前的时空令牌 剧烈的摩擦产生的热量烧得开始冒烈 而我通过时空令牌回来后马上开始起波烧烈 守在外面的小狐狸看我进去后半天都没动静 无聊的他很快就沉沉睡去 在醒来时发现安妙灵也等了 在得知我已经在炼丹房半天后 他心中就有一股很不好的预感 果然不出三秒炼丹房的屋顶就被炸 刹那间烟雾就弥漫了整个院 身为清秋地基的小狐狸伸手就将灰尘散去 这时我突然从废墟中冒出来大喊终于成功了 系统提示我因为炼制出圣龙园 奖励了一个补圣丹的单发 晚上我就将他们两人喊到了我的房间 并让他们换上我刚做的新衣服 等他们换到一半的时候 我爬上来问他们准备好 修行之夜就要开始 结果就被一个不明物体攻击 等他们换好后便来到了温泉旁的凉亭 我拿出神油让他们涂在身上 好完全吸收金龙精血 却被他们给残忍拒绝 难道你不想快追上我 然后解除契约吗 妙龄你不是一直都想快点提升修为吗 显然他们已经被我这两句话给打了 而先前系统奖励了我一套按摩手法 今天刚好用着 不一会竹林中就传出阵阵的惨叫 我的速度太快让妙龄受不了 力度太大也让小狐狸惨叫连连 眼看按摩已经接近尾声 我的手顺着身体往下 两人一看我手放的位置大喊不要 但此刻想躲已经为时已晚 小狐狸说除了疼痛外 没有感觉修为有何精进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不能侮辱我的技术 接下来就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等他们下到温泉后 果然感觉吸收和转化灵气的速度 快了几十倍 由于安妙龄突破到了半圣 我也获得了丰厚的准 小狐狸一看错怪我的连忙到齐 为了让我开心 他们两个准备一起补偿我 先是安妙龄从身后突然抱住我 紧接着小狐狸从我另一边过来挽住我的身 两人伸手捂住我的眼睛将我按倒在地 接下来的画面我知道大家都是证人君子不爱的 我就擅作主张把他们都剪掉了 一个连神都畏惧的妖王 不仅被我这个废物当众击杀 尸体还被我练成丹药柱女弟子突破修为 就这样妖族大战才没过几天 大家也都放下警惕都在养伤 这时突然一声呐喊打破了瓶颈 于是我便出门查看何人在喊我 等他转身一看 发现是我先前顺手救下的崇明公主名一连 我便将当天的经过讲给妙人 然后我便问他来找自己所谓何事 您当初救我一命同所再救我一命 原来他此次前来是想拜我为师 从他口中得知当今皇帝有了传位的相容 而他弟弟为了防止皇位流失 便想将他叫往周末 所以才想拜入昆仑剑派背靠大势里 才能掌握自己的命名 我思索片刻后便同意收他做继名弟子 但是有个条件 我要你崇明国的国花崇明花 但这种花极其珍贵一般 只有新皇继位才能得到一朵来突破境界 这还不简单 我帮你成为新皇 你给我崇明花不就行 公主听到后先是一愣 然后便答应了我的条件 随后的日子里经常听到有人喊救命 我不明白名义连为什么要 他却告诉我不逃就会死 我便教训他你那是什么表情 什么眼神你那眼泪又是什么 说罢又追上前对他进行亲切的教导 而他也被打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没给他休息便又追上大声喊让他不要逃 想变强就朝自己攻击 而下面的两个吃瓜观众在讨论这种方法 到底有没有用 而皇宫这边的一人正掐住床上另一人的喉咙 任凭他怎样呼喊都不曾放手 此人正是崇明国的皇子明广间 等床上的女人不再挣扎后 他对着空气开始自言自语 宗主姑已经答应你的要求 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话音刚落一旁的窗口就被吹砍 只见从外面缓缓飘进来一缕黑烟 然后幻化出一副躯体 既然你肯答应那魔宗定会助你跟上皇位 这副躯体的主人就是魔宗宗主摩天伦 画面又回到昆仑剑盘 弟子们此时正在进行比武切磋 按妙龄大喊一声上门伊林 小狐狸怒斥这简直就是二打一 可不等他反应伊林就使出舍身冲击 这一击威力巨大身为清秋地基的小狐狸都不敢应接 眼看一击没中妙龄又下达舍身冲击的命运 就这样伊林在妙龄的指挥下不断发起进攻 但我总感觉这个画面有点像精灵宝卡梦对着 终于小狐狸累得不行地提出中场休息 妙龄赶忙过来说伊林最近长进了很多眼 这时她的小腹部突然开始不停地震动 伊林解释这是崇明国的通讯社会 她想了证明是父皇在远程呼叫 说着便打开了通讯页面 只见对面的皇帝惊恐万分地对着屏幕大喊 只听清楚她说不要让伊林回来 接下来屏幕中出现的一幕让众人永生难忘 亲眼看着哥哥杀死父亲却无能为力 而皇子发现了屏幕中的妹妹 居然说是妹妹害死的父皇 原本自己就要被立为新皇了 但父皇知道你加入了昆仑剑派后 居然想改立你当新皇 为了获得皇位自己才迫不得已杀了他 你要是乖乖嫁人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伊林听完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现在冲过去将他的这个哥哥碎尸万度 摩天伦帮皇子夺得皇位后 前来提醒他遵守约定 那就是魔宗将用整座皇城的人进行献祭 伊林听到后更为恼怒 他没想到哥哥居然和魔宗都打在一起 安廖灵也认出了这位魔宗宗主 正是他先前想将自己调教为他的奴隶 皇城那边的画面突然消失 因为另一个通讯设备被皇子给一脚剁碎 小狐狸看他这个样子急忙上前安慰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现在你想救满城百姓就必须依靠你师尊 说着便伸手指向我 他这才想起自己有个无敌的师尊 而我听他们嗶嗶半天感觉好麻烦的样子 而皇城这边人们察觉到一场已经开始逃命 突然从四周出现很多触手将他们缠住 然后直接拖入了一滩血水之中 皇城的每个角落都在重复着此类世界 而摩天伦在背后通过秘密操控着这场陷阱 这么多人的陷阱让他距离突破只剩一步之一 一个面具男从黑暗中走出开口说道 恭喜你晋级圣进 现在的你有资格和我们进行更深层的合作 次日一连赶回了皇宫打开大门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颠覆了他的认知 一个三头蛇尾的怪物正坐在皇位之上 而这个怪物是用大皇子二皇子和三皇子缝合而成 他看到自己两个弟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已经濒临崩溃 同样受到震惊的还有小狐狸安妙灵和五 你们终于来了 面具男手中的书居然开口对我说好久不见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大皇子为了提升实力向我寻求帮助 于是我就用秘书将他和弟弟们缝在一起来帮他提升实力 再也听不下去的一连八剑就朝着摩天伦冲去 还没到跟前就撞上了一个屏障 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不足为惧 但是一旁的面具男却让我心神不灵 于是我便开口问他是谁 这是画面来到一处沙漠之中 伊莲和小狐狸在睁眼时发现已经置身此处 同时在这里的还有缝合国 而摩天伦和安妙灵则来到了一处十里 我的圣鱼想不到我们还能再次见面 我真是快想死你了摩天伦 想到恨不得将你千刀忘了 面具男和我来到了一片海洋之上 面具男介绍自己是光头教的圣经教徒名教温 手中的书开口说自己乃是九大神书之一的空间之书的分身 而他的本体正与我情家在诸天宇宙中纠缠 我靠系统迁到早已无敌天下 但为了躺平选择隐藏境界 如今却被一个光头和空间之书的分身找上门 并且还说自己的本体正与我情家在诸天宇宙中纠缠 如今终于明白父母先前为什么让我小心输了 看来家族对自己隐瞒了很多东西 于是我便问他情家到底做了什么让你们来对付我 这就要从诸天宇宙开始说起 一场席卷无尽虚空的大爆炸后宇宙便诞生了 为了避免宇宙因为无序走向崩溃九大神书出现了 我们各自维持着诸天宇宙的秩序让其能够安稳发展 可是偶尔总会出现像你还有你父亲那样的变数 你们会破坏秩序导致宇宙走向灭亡 为此我们必须将你们这些变数清楚点 说吧空间之书就化作一缕能量融入光头手中 然后就变为了它身后的披风 合二为一的我们是无敌的 为了诸天宇宙的和平还有解除光头教的光头诅咒 可否请你死在我们手里 我看着它帅气的披风只感觉这简直是太苦了 可它没给我反应的机会直接使出光头暴击去 但我左手早紧击去好龙拳 下一秒双拳对撞 整个海面都向下沉了机密 巨大的冲击将我们双方都弹飞出去 它知道我是变数之人早就猜到我隐藏了修为 可让它没想到的是居然和它一样也是圣经 它的斗篷这是说我存在的世界会因为我们崩溃 我可不是傻子这些不过是你的片面之词 于是斗篷就让光头使用神书之力速战速决 光头回复说自己会在那个人反应过来前杀死 然后斗篷就将一股强大的能量传输到了光头体 我没想到它居然可以瞬间达到地级 紧接着来到我面前打出重炮拳 然后又顺移到我跟前 使出连续重炮拳 强大的能量直接将我打进了海里 然后它就用精神感知搜寻了一下 没有找到生命迹象 一切都结束了 画面来到沙漠之中 一连负责在前方吸引大皇子的注意 而小狐狸则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它的后面 但当小狐狸看到它的后背是整个人都惊呆了 因为它背上还长着一张脸 见小狐狸来势汹汹大声问它想干嘛 这么近的距离小狐狸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用肉身接下 强大的冲击波一下子就将它震晕弹飞出去 原来背上的人脸正是先前被大皇子杀死了皇上 一连看到小狐狸受伤急忙大喊 皇上马上就听出来这是自己女儿的声音 让他赶快逃跑 一连也认出了那张正是自己父皇的脸 皇上看他还不跑喊的声音更大 而他则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很担心 父皇每次都把吓唬自己的哥哥带到面前道歉 还说过会永远地保护自己 并且上次宫殿也是父皇挡下叛贼让自己先走 看到父亲如今这副模样 这次他决定不再胆小逃避 大皇子看自己父皇恢复了意识便将灵力外温 想让皇上彻底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别再挣扎乖乖被我吸收不就好 一直以来自己都被父皇保护着 这次换自己来保护父皇 画面又回到我和光头的战场 就在刚才光头将我打下水的地方突然跳出一头金鸣 是一本与宇宙一同诞生的书 他不仅可以化作帅气的披风 还能让宿主实力瞬间达到地界 光头于是就凭借神书的力量将我打入海 本来他已经感知不到这片水域有生命迹象 可突然我从深海处乘坐一头金鸣月出水面 要不是我技高一筹还真的要没力 现在轮到我反击了 说着我的手边就出现一个虚空传送门 我抓住剑柄缓缓地向外抽出 这把正是先前斩杀妖圣的生死剑 居然有地兵还真是让人意外 但即使是这样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凝聚好力量后我便纵身一跃向他攻去 下一秒他便用出自己的神级防御说道 拥有神力后无论什么地兵也破不开我的防御 身后的神书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喊光头蠢不快 但为时已晚我的剑气已经触碰到了他的防护者 强大的剑气轻易地便切碎了他的防护和肉身 是谁告诉你这只是地兵的 光头不可置信地转身看向我 神书死前才发现这把剑上是死即毁灭的力量 而我这也是第一次遇到使出权力的对手 自己必须要变得更强才行 而不是只能依赖武器 系统这时检测到我的变强之心 从而为我开启化繁之路封尽灵力 此时沙漠这边皇上已经被彻底黑火 小狐狸也因为刚才的冲击身受重伤 而一连也被大皇子给抓住 就在蛇身越收越紧他马上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小狐狸缓缓地站起身来 举起双手瞄准大皇子开始凝聚灵力 而他剩下的灵力只能够再释放一次进入 画面来到摩天伦和安妙灵的战争 此时他不再是当初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逃跑的魔宗圣物 摩天伦也没想到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半生 没给他多想的时间 安妙灵便拔剑向前冲去 可此时的摩天伦通过献祭全城百姓已经突破到了圣经 两人很快就撕打在了一块 争斗一段时间后 安妙灵直接动用了自己的冰凤血脉 摩天伦也使出自己的恶面修罗真身 两人的对撞瞬间就引发了天地一心 不用的挣扎乖乖跟我回魔宗当我的颅顶 说吧修罗真身就朝着安妙灵扔出一个墨影球 只见一道剑气滑过 墨影球中就飞出一个人影 安妙灵凭借我给他的帝兵实力大幅提升 摩天伦我发现你这圣镜中看不中用了 不过挡下一招就这般嚣张可不好 嚣不嚣张等下你就知道 摩天伦以为他在虚张声势丝毫没放到眼里 抬手又让修罗真身使出魔气弹 强大的光束直接将安妙灵的身躯击穿 正当他看着眼前的一切暗自得意之时 突然感觉好像不太对劲 安妙灵的身躯整个就变成白色 然后幻化成一群蝴蝶 蝴蝶紧接着又汇聚成了人形 但此时安妙灵已经来到了摩天伦的身后 如此近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夺审 一剑挥下直接将修罗真身劈成两半 下一秒他的修罗真身就被强行破除 身后发生剧烈的爆炸 此时沙漠这边小福利也释放出了最后一个镜影 认为清秋帝基的他终于要放大招了 瞬间一尊福利虚颖将大皇子包裹起 等他察觉到一样刚准备回头看 但随着小福利的手印结成 虚颖双手就合拢将大皇子禁锢在原地 可任凭他怎么家里 都无法将大皇子给碾碎 于是就喊一连剩下的就交给你 大皇子剑撞冲着他歇斯底里的大喊 他握紧剑笔 想起了我曾经对他的特训 每次都是在逃跑 从来没有赶正面面对威胁 现在他下定决心不会再逃 大皇子看他拔剑冲来开始打感情 别忘了你心爱的弟弟 可不缝合在我身上 而且背后还有你的父皇 可没等他话说完 一道剑气就滑过了身去 紧接着剑气在他的体内暴感 随着大皇子的身体消散在空中 一连也知道自己曾经的那个父皇 彻底回不来 画面来到摩天伦和安妙龄的战场 他想不明白自己这个圣镜 居然打不过眼前这个半生 你这种靠献剑提升的实力 就如同空中阁楼摇摇欲坠 你闭嘴我可是圣剑 我还会吸了你这顶炉成就地景 成为天下第一的魔敌 安妙龄听后只觉得好笑 下一秒就顺移到了他的身后 剑气以人眼看不到的速度 将摩天伦斩成两半 最后又过来补上了最后一截 然后小狐狸发现自己身处的空间开始崩塌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会被传送出去 安妙龄看到后想 应该是师尊打赢了那个拿梳的光头 而我这边的水面上浮上两个物体 凑近一看发现是我父母的人偶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种病 突然父亲的人偶开始说话 我的宝贝儿子好久不见 母亲的人偶听后呵斥父亲快说正事 如果你再次遇到这个人偶 说明你已经接触到神书了 也顺利解决了这场大麻烦 就是说我们的人偶会启动 帮助你凝聚神书的力量 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神书居然在复原 然后空间之书上就出现了仿空两个大字 母亲的人偶告诉我 他明白我心中的疑问 然而会在将来他为我一一解答 现在你需要专心致志的修炼权力迈向地境 我看着手中的空间之书 觉得这一切是这么的神奇 然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会晋升地境去找父母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崇明国 这时举国上下都在拜扶新帝登基 而这个新皇帝就是身为公主的依联 因为我们战斗刚结束时被依联教主 他说明了自己不能跟着大家一起会藏剑锋 因为如今父皇和哥哥还有两个弟弟都死 小狐狸和安妙龄上前抱住他说的 我不能一日无君你留下来都是为了崇明国的百姓 不过差点将他给憋死 我告诉他如果受了什么委屈 随时回来找我这个无敌的师尊 就这样一连感动的痛哭流涕的前去登基 最后他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说了声信息 回去的路上安妙龄问我 现在崇明花到手了下一步去哪里 在你们帮助一连重建皇宫那十几天我到处打听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听到有人见过圣灵国的踪迹 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神隐森林 可他们两人显然不太相信 而此时的神隐森林上电闪雷鸣 森林中央的一处水潭上圣灵国正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但是平静的水面下潜藏着一头强大远古身手 只要种地就能变强 结果女帝转世看我是若鸡变败我为师 因为她怕其他强者发现她的命运 于是我便送了她一件极品地滴 她本想一个若鸡能送出什么好东西 拿到手里后内心震惊到了极底 而今天我带她前往神隐森林来寻找圣灵国 这里乃是九州大陆东周的一个镜 占地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 突然听到身后的草丛中传来动静 转身就看到小狐狸迎面向我扑揽 安妙龄这时也刚好回来 跑一会儿我才将她推开 差点没把自己憋死 但随后的时间里 两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有什么心事 于是我便开口询问他们两人到底怎么了 一个冷得像冰雪女王 一个慌慌张张的好像被狗追一眼 两人听后又同时开口想说明原因 我就让小狐狸先说 小狐狸说自己在森林外围巡查时 刚好遇见了地盟的人在这里办事 就这样吓得他赶忙跑了回来 虽然他们双方最终被其他国家攻破 但在开战前 我曾与大梁大帝和赤天大帝 在一个秘境里见过面 于是地盟的高手 带着盟主帝天的命令来追杀自己 防止灾难再次发生 安妙龄问他不是青丘的地基吗 青丘难道就支支不理吗 因为地盟的挑拨 现在整个中州都想要我死 所以面对大事青丘也是保不效的 我让小狐狸放心自己会保护他 并为他洗刷冤屈的 他听后开心的又扑到我的怀 听完了小狐狸的解释 却欲言又止 我也看出了他是有什么顾虑在掩藏什么 你也清楚我和小狐狸的为人 我们不会背叛你的快说吧 他也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出了真诚 便下定决心坦白自己的身世 其实我是轮回者上一世 自己是绝情女帝 小狐狸听后大吃一惊地看见他 然后两人又看向非常淡定的我 我赶忙也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安妙龄让我不要再装了 他其实知道我知道他的身份 并且还说他上一世和昆原大帝 戊虚老祖还有血域老祖 三名地境三重的强者联手 去探索一个生命境区 结果最后他们为了得到 自己身上的下品地兵 三人用阵法活活将自己给练完 所以就算自己不主动报仇 他们为了以绝后患 也会将我彻底处死 我听后拿起已经熟了的肉地给妙里 这个仇不管刀山火海世尊都会帮你报 话又说回来一个区区下品地兵 连地境三重的人都没有了 小狐狸说地兵只有地境中的佼佼者才有 好多大势力都有多位地境强者 但是地兵却只有一点 而地兵之所以这么少 是因为九州缺少炼制地兵的采样 更重要的是缺少能够炼制地兵的人 听完后我心想 要是系统什么时候教自己炼制地兵之法 岂不是赚大 就在我们在神隐森林寻找圣灵果的同时 在中州和东州中间的两界山内 有地境巅峰强者留下的秘境出世 阿奇大蛇从现世间 大陆高手们联手都无能为力 却被我这个废物被轻松降服 本来就在几天前 一位地境巅峰的强者留下的秘境出世 但只能容纳圣境以下的修真之 远在神兰帝国的蓝阳王得到消息后 便派遣帝国半圣天骄前去一探秘境 与此同时一道仓境有力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剑神 凡是我剑神谷半圣弟子 皆可前往秘境寻得机缘 而浩天帝国的兵选女帝得志后 便派遣帝国第一宗门浩天宗前去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在神隐森林的中央位置爆发了激战 原来是昆元帝国的士兵遭到了袭击 来者正是帝蒙半圣三兄弟 他们分别是无言无听无事 身为半圣的昆英 岂能坐以待毙抬手就向前冲去 而我则躲在暗处默默地注视他们一举一动 一看已经打起来了 我便让小狐狸和安妙林上 安妙林率先发起攻击 但被双方发现堵 小狐狸绕到半圣兄弟的后面 从空中发起攻击 但也被对方给闪身堵 昆英落地后问来者何人 来杀你的人 地盟办事区区鼠背 还不速速退醒 小狐狸就是被地盟害得四处流浪 听到他们自爆家门后 直接开大招 趁他们都陷入了缠斗中 我就自己跑去摘圣灵 但突然一旁的水潭中 开始冒起泡沫 下一秒一只庞然大物 一跃而起冲出水面 小狐狸听到身后的动静后 回头大吃一惊 昆英也停下了手中的战斗抬头看去 三兄弟最先反应过来 这是一只护宝妖兽 只见一条八旗大蛇探出水面 盯着准备抢夺宝妩 而我看着这只巨物 心中在想这蛇能不能吃 很快大蛇便开始向众人发起攻击 安妙灵起身躲过后 向他的身躯使用冰凤斩 但是砍在大蛇的鳞片上 连痕迹都没能留下 没想到居然连地盘的攻击都无效 而昆英这边已经被大蛇吓得不能动弹 紧接着被一口吃掉 而三兄弟中的无言无事 也在瞬间被大蛇给吞没 当大蛇来到我的面前闻了闻后 好像是遇见了什么大恐怖一样连连后腿 安妙灵急忙冲我大喊 说这不是普通的蛇药 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因为大蛇不仅没有伤害我 还让我骑在了他的头上 我拿着圣灵果说这只大蛇好像挺怕自己 便试着操控了一下 没想到他真的听话 安妙灵听后直接将剑朝我头扔了过 抱怨我早干嘛去了 只剩下无听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不敢相信居然有人可以把这么厉害的妖兽给降服 我转头问他还不走是想抢自己的圣灵果 而无听因为没有听力所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看他居然无动于衷便让蛇蛇上去了 然后他也顺利成为了蛇蛇的营养 等我回去后总感觉忘记了什么 原来小狐狸由于非常惧怕蛇类生物 所以八七大蛇一出现 他就躲藏起来再也不敢 等第二天的时候两人在我的炼丹房外讨论 题目就是这次我的炼丹房会不会炸 小狐狸认为前几次都炸了这次应该也不 结果话音刚落炼丹房内就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紧接着整栋房子随之坍塌 你看这不就炸了吗 最虚众的我传来兴奋的呐喊 自己终于炼制成功补圣丹 圣经三重之下服用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 等过烧狐狸的应该都知道 他们的尾巴是不能乱摸的 否则就会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本来我今天只是给徒弟炼制了补圣丹 被一旁的小狐狸看到后头来羡慕的眼神 晚上他就一个人来找我讨要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然后我就将补圣丹揪出 吃到嘴里后 他感觉体内诞生出源源不断的灵力 一高兴就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了出 我看毛茸茸的没忍住上前一把将它抱住 突然他感觉全身一阵酥麻 臭流氓你知不知道 狐独的尾巴是不能乱摸的 我们的尾巴只有伴侣才能泡 你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嫁人 没事以后我养你 说到我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开了系统签到面板 随着按下千道的暗影 他画自在大法提升到了十三重 万古不灭体提升为三重 还有一个可以补充灵力的巨灵珠 看到这些奖励后一阵无语 这次又没开出来好东西 我徒弟安妙龄看到后就问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有个境界限制的秘境 要他去一趟 这些个秘境都是一些 逼近巅峰的强者死前留下的 为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传承之人 这种秘境里面除了功法五级传承 甚至还有小概率出现帝冰 传闻这个秘境可能是三万年前的 古阳大地留下 一时间两界山周围的强者纷纷率先赶来 其中就包含了周围三大势力的天骄 分别是神兰帝国的皇子兰丰 浩天帝国兵选女帝的女儿穆青青 还有剑神谷传人之一的剑北辰 这时兰丰指着天上让大家看 好像来了为不得了的人物 安妙龄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戴上了面纱 剑北辰感觉到安妙龄的建议不在自己之下 穆青青心想难道是大陆上其他势力的天骄吗 而兰丰只看出来是个大美人便一跃冲上前去 上来就说自己乃是神兰帝国的皇子 阁下有何事 女人掀开你的面纱 说着抬手就去抓安妙龄脸上的面纱 安妙龄只是掏出兵力剑轻轻地向前划了一剑 并说了个滚字 兰丰不敢相信仅仅一剑就能破开自己的护体灵气 但他马上探查到安妙龄是半生二重 只有剑一强一血 随机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兵力剑上 猜测这至少是半地阶的兵器 甚至可能是下品地兵 伤了我那就把你的剑留下来赔罪吧 既不如人还说得如此轻轻脱锁 不愧是神兰帝国皇子 打你这种小菜鸡根本不需要武器 话音刚落兰丰就提刀上前使出蛇刃 但却被安妙龄轻松地闪身躲 然后伸手抓住了兰丰的小腹部 有着兵凤血脉实力上的压制让他动弹不得 紧接着安妙龄就使出了标准的过肩摔 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周围众人看到这一幕后都惊呆了 没想到神兰帝国圣品皇室血脉 居然被这个女人压制 蓝风心想如果能拿下他 那么不管是他的剑 还是他的血脉就都属于自己 于是就对着空中大喊了一声龙叔 安妙龄听后一阵无语 只有小孩子打架才摇人 而身后的这名龙叔乃是皇子的护道者 是恐怖如斯的圣进三重强者 扬者死前留下的机缘 并不是为了将自己的功法传承下去 而是借机吸引后带天交前来 然后利用生前布置的法阵 稀释他们的惊奇 从而让自己复活重新降临人间 但毫不知情的各方势力 纷纷派出各族天交前往 中间我徒弟还和神兰帝国皇子发生冲突 他凭借血脉上的压制 很快就解决了战斗 但不讲武德的皇子 看自己不敌便开始摇人 一个圣进三重的老者 听到后飞身向安妙龄冲去 结果在半中间 被一道剑气给打了回来 向前看去发现 我只是将一只手 通过空间法术传送了过来 摇人谁不会 老者看我刚才那一件威力强悍 早已没了战意 就带着自家的皇子 灰头土脸的离场 结果没过一会儿 他就和剑神谷的传人打成一团 这时一旁的木轻轻上前 和安妙龄搭话 你也看到蓝风和剑北城 勾搭在一起了 我希望能和你组队 获得物品我们平分 安妙龄听后就答应了下来 这时秘境的传送门 也缓缓打开 众人看到后开始 争先恐后地冲进去 进来后发现这里 不仅是一大片沙漠 而且还设置了进空领域 等他们终于走到城墙角下时 一些实力较弱的人 已经历劫身亡 等住人都进去城门关闭后 一座法阵悄无声息地 笼罩住了这座城池 里面的机关也尽数启动 一些经受不起诱惑的 也都相继隐密 此时的秘境外上空 站着四个人 分别是剑神谷剑无尘 神蓝帝国蓝阳王 浩天帝国的沐云 和身为老六的我 我朝下面看了一下 发现人都来起了 预感到这次系统给的奖励 一定非同一般 然后就想先看看妙龄在干啥 结果发现他们正对着 一尊铜像跪板 并且铜像还在吸食他们的精气 但是他们对周围的一切 似乎已经断开了联系 我便从暗妙龄胸前的 时空令中钻了出来 然后发现这一切 可能都是那尊铜像在搞鬼 于是我就拔剑向铜像 展出一道剑气 将他头上吸食精气的轮盘给击碎 铜像也猛然张开双眼查探四周 我看事情已经搞定就准备溜走 便又钻回了暗妙龄胸前的时空令中 四人也随之从幻境中回到现实 才发现这个铜人 或许就是古阳大帝的尸体 而这里也不是什么秘境 是古阳大帝为了复活布置的陷阱 铜像看自己的目的暴露后 也不再伪装 准备将这些知道自己秘密的人 全部抹杀 木轻轻提议 现在只能四人联手才有胜算 区区几个半圣 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现在的我已经恢复到圣境二重了 四人也达成一致共同联手抗敌 第六魂境 星剑诀 第五魂境 大须弥锤 第六魂境 蓝银霸王枪 第九魂境 剑道 全新 双方的交战让整个秘境都开始颤抖 最后竟直接将整座城池一为平地 古阳大帝也败下阵来 他们四人搜刮完宝具之后就准备离开 安妙龄搀扶着木轻轻先走出秘境 随后蓝风出来大喊古阳大帝的储物 借在安妙龄手中 剑北辰也跟着出来说古阳刃在木轻轻手中 瞬间刚出来的四人就被两股强大的领域包裹 木云呵斥他们两个是想与浩天帝国开战吗 我们只是想要那把古阳刃而已 剑无尘说那把古阳刃自己拿走 然后把安妙龄和他手中的帝兵给蓝阳王 木云听后正准备拔刀相向时 突然又停在那儿 这时我出现在剑无尘和蓝阳王身后 问他们是想对我徒儿以大欺小吗 靠系统迁道早已无敌于天下 但为了躺平选择隐藏境界 如今我的徒弟却被别人欺负 我便赶过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 这两人在这片大陆实力算得上是顶尖 他们经过探查发现我只是个灵动镜的弱鸡 但根本没有察觉到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发现不对后赶忙闪身退后 他们也算是顶尖强者 立马就猜到我肯定是将境界隐藏了 就算你伪装成灵动镜我也要撕掉你的皮 可他们的攻击在我眼里简直不要太慢 既然你们不想好好说那就站吧 说罢我就从腰间抽出了生死剑 一旁的沐云心想 只是拔出了把剑就有如此的气势 这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一个是神兰帝国的蓝阳王 一个是剑神谷的谷主剑无臣 在这里欺负我的徒弟害不害臊 蓝阳王心中顿感不妙 眼前这个不是一般人 剑无臣以为我手中的也是把帝兵 但又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而此时我的徒弟和他们家族的天骄 还在领域内下棋 剑北纯问所以我们这是在干嘛 蓝峰让他放心 自己父皇一定会打败爱事的人 沐青青也不甘示弱 说胜利的一定会是自己的姑姑 蓝峰心想要不是旁边这个女的不好忍 不然自己早就动手了 安妙龄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 就吓得他赶忙夺审 这时安妙龄听到我在外面喊他 沐青青听到后开始嘲讽蓝峰 这下外面二打二你爹爹可是没一点胜算了 居然露了这女的还有师尊这项麻烦了 然后我又问了问他在里面没有事吧 他刚告诉我说他们在里面下棋 就被别人给捂住了嘴 长辈们在外面打架 我们在里面完成合体的 我看他在里面没事也就放心了 蓝阳王感觉自己被看扁了 便又抬手向我攻篮 这时突然出现一道冰墙将他拦下 原来是一旁的沐云洞的时候 蓝阳王就交给我吧 下一秒一场二打二的战斗就打响了 见无尘绕过两人来到我的面前 直接就使用了他的领域将我包裹 这应该就是递进才可以领污的领域吧 除了空剑的重力变重外 也明显受到了压迫 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 我开启万古不灭体后纵身向他冲去 他没想到我不使用领域 仅靠肉身力量就抵挡住了自己的领域 于是就以为我是体修 但他仗着自己是攻击性最强的剑修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随着兵器的碰撞 他马上意识到我不仅力气击大 而且剑翼也很是强悍 不过剑修可不会拘束于有形之剑 说着就在他手中凝聚出一柄光剑 然后携带巨大的威压向我砍来 碰撞的余波席卷了整个领域 我感觉这个剑修还是有两下子 离上往来你刚才砍了我一剑 现在轮到我砍你一剑了 说吧我就朝着他轻描淡写地挥出一剑 但他却没受到任何的伤害 心中出现大大的问候 但下一秒全身上下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伤口 心想难道眼前这个家伙是巅峰大地吗 随着剑无尘失去意识 他的领域也跟着被破坏 看到我这边已经战胜 沐云就问蓝羊王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看见无尘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他们四人就灰溜溜地逃走了 沐青青出来后瞬间就被我帅气的容貌所折服 安妙灵过来告诉我说已经拿到补羊大地的储物件 沐云这时走过来和我互相介绍了下自己 沐青青赶忙跑到我身边喊我秦叔叔 我有这么老吗 沐云过来说他没大没小的快向秦前辈道歉 并且还邀请我去他们浩天帝国做客 我告诉了他现在要先回昆仑建宗后 他便给了我快浩天令牌 等在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了系统查看这次的奖励 没想到系统居然奖励了我极品地兵的锻造之法 世人争夺的地阶兵器 我却可以随手锻造 我徒弟听后哈哈大笑 说我没发烧怎么就开始说胡话 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就让他俩帮我操控锻造台的阵法 随后我就使出乱披风锤粉 需要不断敲击三天方可成功 安妙灵惊叹好可怕的锤粉 每次敲击的力度都比前一次增加一倍 而且现在的我已经封印了自身灵力 完全就是靠着自身强悍的体质 小狐狸心想 现在的我真能坚持这种消耗三天吗 结果时间刚过去三秒 我就已经累得支撑不住喊停 安妙灵正准备吐槽我是三秒男的时候 突然看到锻造台上出现了一把菜刀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地兵 怎么可能三秒就锻造好了 我看了一下发现这确实是丙地兵 于是就给他起名为宵眼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动静 小狐狸开门后发现有两人倒在门前 我看他们也不像什么江阳大道 就把他们给带回来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 就在我准备离去的时候 发现那名老者身体上的一样 探查一番发现他的心脏 居然被人给下了死众 第二天在安妙灵和小狐狸的联手下 才缓缓地苏醒过来 然后就发现他的孙子 正在给我当苦力砍掉 我告诉他 要不是自己你爷爷一个月后就会死去 少年听后惊讶地问他 爷爷这是真的吗 老者看已经瞒不住 便告诉了他事情真相 回到屋后 我就问他身上的死众是怎么回事 他便说自己叫宗武旁边的孙子叫宗颜 不久前自己和罗刹宗宗主罗侯一起去探保 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三把半部地兵 结果正当自己沉浸在喜悦当中时 罗侯就在背后趁机发动了死众 最后自己只能用修为来压制 减缓死众的腐蚀镜组 没想到后来罗侯为了已决后患 利用那三柄半部地兵屠杀了宗主 自己拼死才救下了宗颜一人 然后我就问他罗侯是什么境界 或者说罗刹宗内最强的是谁 从宗武口中得知罗侯就是宗门最强 现在的境界是递进二重 然后我就让宗武立下天道誓言 自己就把作望长生经传授给你 宗武听后心想虽然这位高人救了自己 但也不能上来就要努力自己吧 最起码得先客气客气 看他还在犹豫我便告诉他虽然暂时没危险 但死咒依然没有解除你 依旧随时都会死掉 只有作望长生经才可以根除你体内的死咒 代价是什么 你的一切 等我说完这句话后气氛一下子凝固 过了几秒我告诉他自己是开玩笑的 只是想让他来给自己做护卫 宗武听后这才松口气 并说自己可以立下天道誓言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报仇 画面来到罗刹宗 墙上整齐排列着那三把低兵 罗侯这时突然猛地睁开双眼 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有人要害我 过了些十日后的青云城内 一名少年发现这幅画中的意境 竟然可以帮自己突破境界 所以就想将他买走 宗武告诉他要十万灵石 现在八折就是八万灵石 少年为了提升境界 忍痛将他买下 少年走后门外又走进来一名姑娘 安廖林看到后就问我 特意跑来青云城 就是为了卖画吗 没错 据了解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地段 我怎么感觉 不会只是卖画这么简单吧 珍珠都没那么真 你要相信为师 这是对面的青楼说 白天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安廖林就以为 我是为了方便才在这里卖画 但其实我只是想要完成系统的任务 因为就在几天前系统谈出新的任务 一个是获得一百万灵石 一个是获得一百万人的任何 等晚上的时候 我将宗武喊了过来 现在他不仅跟出了死状 而且也重新恢复了 递进二重的境界 我就让他今晚就去复仇吧 然后我就将之前炼制的 极品地兵消炎拿了出来 我看你没有武器 我这里有把杀猪 到你要不要 宗武看到后直接吓傻了 别人争先恐后杀妻灭子 只为了争夺一个 连下品地兵都不是的半部地兵 没想到这位先生 竟然直接拿出一柄极品地兵 这难道是对自己的考验吗 而且为什么这把地兵长得这么丑 世间稀缺的地阶兵器 我却可以批量打造 并且随手给了小弟一把 让他去报仇 当仇人看到如此丑陋的菜刀时 差点笑掉打压 没想到堂堂宗家主 居然拿着一把菜刀跟人打架 可惜宗家已经被我灭门了 宗武听后再也忍不住提刀上前 一刀就将罗刹宗的大门轰他 罗侯赶忙拿出那两柄半部地兵抵挡 可马上就被硝烟给砍出裂纹 罗侯感到不对急忙向后闪身 但都到剑气已经来到跟前 无奈只好强行抵挡 下一秒他的剑就被诊断 罗侯不敢相信眼前一切 这可是两把半部地兵 没想到吧 我手中可是货真价实的地兵 说着又朝他劈下 他身后的两名长老眼看事情不对 便联手施展了宗门密法罗刹修罗 罗侯冲他们大喊快展开防御 只见傀儡接住罗侯后大吼一声 然后周围的符文石块开始汇聚 吸附在他的身体上后形成一副窥奖 罗侯让两位长老托住宗武 自己则准备再施展一次死咒 傀儡这时的台甲也吸附完成向宗武攻去 宗武赶忙闪身向后躲过 别以为躲在乌龟壳后面就奈何不了你们 你们还是太小看地兵的威力了 说着就对着傀儡从头到尾连劈刀 由于帝兵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瞬间就将傀儡和两名长老秒杀 但这时罗侯的死咒也已经施法完成 对着飞身上前的宗武就发动死咒 宗武只感觉和上次一样 自己的心脏好似被铁链束缚 但马上心脏开始强有力地跳动 直至将数条铁链全部撑开 罗侯看着自己功法被迫简直不敢相信 宗武告诉他 我家公子传了一部功法 刚好克制你的绝命死咒 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克制死咒的功夫 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不肯 你就抱着这份疑问上路吧 宗武话音刚落就抬手将罗侯给劈成两半 第二天回来后将硝烟交还给我 并且问我说此刀威力非同小可 可否请先生告知他的来历 我骄傲地告诉他因为后厨却把菜刀 然后自己就尝试做了一本 原本是要打造三天三夜才可成型的 没想到自己只花了两秒半就成功了 宗武从我传授他功法后就感觉我非一般人 但是没想我会这么不一般 要知道这样一件极品地兵 完全可以引发两大国之间的战争 我看出了他的惊讶 我告诉他只要效忠于我 未来也会为他锻造一把 宗武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还说他的孙子宗颜也会有一把 听完后他彻底地被我征服 并说出当昨晚自己拿到这把刀的时候 由于看他样貌太过丑陋 自己曾一度不相信这会是一把地兵 以为是公子看自己手里没兵器拿来哄自己的 想吧就随意地抬手一挥 没想到居然从刀中爆发出冲天的气势 直接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缝 一下子就把他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听完他说的我才知道原来那条钩子是他干的 于是便告诉他宗颜一早去匹柴掉封面去 自己现在自封了灵力也没办法捞他上来 没错就是你劈的那条 而宗颜这边要不是有身后那捆柴早就掉下去了